县府农业出为了强化农业政令宣导 展开了全县各乡政区农会产销工作的座谈会 14号上午最终厂来到了光丰地区农会 各个产销班班长以及干部特别就有机农业 苦树茶以及农地成租等农产相关议题 提出了建议讨论 而处长陈淑文表示 也将持续支持在地农友并辅导农会 共同提升华联县的农业竞争利益 县府农业处产销工作座谈会 处长陈淑文亲自主持 并由各科室主管 首先进行农业政令宣导 台下各个产销班班长与干部专注聆听 强化农业政令宣导的同时 与会的产销班班长及干部 也利用座谈会的机会 就有机农业产销履历 陈珠地农机具补助申请 以及产销平台的建制 业生动物破坏农作物 灌溉用水等农产相关议题 提出建议讨论 现在我们农业处展开全县各箱 江镇市区农会产销工作座谈会 14号最终场赖道光丰地区农会 除了农会三巨头以及团队 各个产销班班长以及干部也都全员到齐 近年来 现政府积极推动有机农业的同时 现在也鼓励农民发展智慧农业 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处长陈淑文也进一步表示 也将持续支持辅导 共同提升花莲县的农业竞争力 记得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